我老婆就是 她说我虽然嫁给你了 可是呢 夫妻之后 他们说常常就是说 婚姻是恋爱的坟墓了 她说我不要那样子 她说所以老公 你要很romantic 你要很很有feel的 我们每个礼拜要有一天 仍然要有一天 约会日 你觉得还有哪一些生活上 在观念或者是在调试上面 这三个月下来 你觉得最大的考验 因为观念最不容易 当然她饮食的观念 就不容易改 好不容易改了 把它早饭把它改 改好了 是改好了 目前是改好了 可是这很困难 当中经过很长的沟通 老婆我告诉你 有一件事情我很难改 现在改得差不多 就是我走路像行军一样 他们都骂 真的 他走路非常的快 因为他习惯一个人了 对 然后他就不管 他门推开自己走自己的 然后就觉得你在后面 好像要用小跑步 追上他一样 他的幽默感 有没有每天在生活里面 幽默感 这一点 李大哥你真的说到 说到我的痛处了 痛处 我以为 我以为是欣赏的 他把所有的幽默 跟热情都在台上 目前就发挥掉了 回到家就没力了 累了 要谈战都要休息了 变成我要幽默 我以为是欣赏的